三峡五义第二十七回 仙枕是孟古静还魂 众语伦员雄飞济足 且说包公听见包星说 在殷私地府 便立声道 你这苟才 竟敢胡说 包星道 小人如何敢胡说 只因小人去过 才知道的 包公问道 你几时去过 包星便将白家宝为尤仙枕 害了他表弟李克明 后来将此枕当堂成脚 殷相爷在三星镇歇马 小人就偷是此枕 到了阴阳宝殿 说小人冒充新主之名 被神赶了回来的话 说了一遍 包公听了新主二字 便想起 当初沈屋盆 后来又在玉成宫 神鬼冤魂 皆称我为新主 如此看来 竟有些意思 便问 此枕现在何处 包星道 小人收藏 连忙退出 不多时 将此枕捧来 包公见封顾慎言 便叫 打开我看 包星打开 双手捧至面前 包公细看了一回 庞佛一块朽木 上面有蝌蚪文字 却也不甚分明 包公看了 也不说用 也不说不用 只是点了点头 包星早已心领神会 捧了仙枕 来到里面屋内 将杖沟挂起 把仙枕安放周正 回身出来 又递了一杯茶 包公坐了多时 便立起身来 包星连忙直登 引至屋内 包公见杖沟挂起 由仙枕已安放周正 暗暗合了心意 便上床合一而卧 包星放下杖子 将灯移出 寂寂无声 在外伺候 包公虽然安歇 无奈心中有事 再也睡不着 不由翻身向里 头刚着枕 只觉自己在丹蚩之上 剑下面有二轻衣 牵着一匹黑马 安佩居是黑的 互听轻衣说道 请星主上马 包公便上了马 一斗丝江 谁知此马迅速如飞 耳内只听风响 又见锁国之地 巨势昏昏惨惨 虽然黑暗 瞧得却又真切 只见前面有座城池 双门紧闭 那马进奔城门而来 包公心内着急 说是不好 必要碰上 一转瞬间 城门已过 进了个极大的衙门 到了丹池 见大堂之上 有扁大叔 阴阳宝殿四字 又见公卫 桌衣等向 巨势黑的 包公不暇细看 便入工作 只听洪叛道 新主必是为 阴错阳差之时而来 便递过一本册子 包公打开看时 上面却无一字 财带要问 只见黑判官将册子拿起 翻上数篇 便放在公案之上 包公仔细看时 只见上面写着 公公正正八句粗话 齐守云 原是丑语盈 用了毛雨晨 上司多物事 因此错还魂 若要名此事 锦中古尽存 临时滴血罩 磕破中止痕 当下包公看了 并无别的字迹 刚然要问 两盼拿了册子而去 那黑马也没有了 包公一急 忽然惊醒 叫人 包新连忙一登进前 包公问道 什么时候了 包新回道 方交三谷 包公道 取杯茶来 呼见理财进来 禀道 公孙逐步求见 包公便下了床 包新打连 来至外面 只见公孙侧参见 道 范生治病 晚生已将他医好 包公听了大悦 道 先生用何方医治好的 公孙回道 用五目汤 包公道 何为五目汤 公孙道 用桑鱼 桃 怀柳五目熬汤 放在浴盆之内 将他搭在盆上 趁热烫洗 然后用被盖付 上路着面目 通身见汗为度 他的鸡痰淤血化开 心内便觉明白 现在唯有软弱而已 包公听了 赞道 先生真妙手齐方也 吉凡先生 好好将他调理遍了 公孙领命 退出 包新递上茶来 包公便叫他境内 取那面古境 又叫李财船外班 在二堂伺候 包新将境取来 包公升了二堂 立刻将屈身 并白式带至二堂 此时包新 已将赵胆镜悬挂起来 包公叫他二人 分男左女右 将中指磕破 把血滴在镜上 叫他们自己来照 屈身听了咬破中指 以为不是自己指头 也不心疼 将血滴在镜上 白式到了此时 也无可如何 只得将左手中指咬破些 须把血也滴在镜上 只见血道镜面 滴溜溜乱转 将云翼聚个赶开 煞时光芒四射 照得二堂之上 仍然二目难争 各个心感聚了 包公吩咐男女二人 对静细看 二人急至看时 一个是上吊 一个是被勒 正是那气堵咽喉 万箭传心之时 那一番的难受 不觉气闷神昏 等时一起跌倒 但见宝镜光芒见收 众人打了得冷战 却仍是古镜一面 包公吩咐将古镜 由先枕并古金盆 聚各交包心好好收藏 在看他二人时 屈身动手动脚 猛然把眼一睁 说道 好礼宝呀 你偷我四百两银子 我和你要定脸 说着话 他便自己上下瞧了瞧 想了多时 互把自己下巴一摸 欢喜道 是脸 是脸 这可是我脸 便向上叩头 求大人与我盼盼 银子是四百两呢 不是丸的脸 此时白氏已然苏醒过来 便觉羞容凄惨 包公吩咐将屈身 交与外搬房 将白氏 交内茶房婆子 好生看待 包公退堂 歇息 至次日清晨起来 先叫包心 问问公孙先生 范生可以行动吗 去不多时 公孙便带领范生 慢慢而来 到了书房 向前参见 叩谢大人再造执恩 包公连忙拦阻 道 不可 不可 看他形容虽然憔悴 却不是先前疯癫之状 包公大喜 吩咐看座 公孙策与范生 聚告了座 略数梗概 又告诉他妻子无恙 只管放心调养 叫他 无事时将场内文字 抄录出来 待本歌剧本提奏 保你不识状元就是了 范生听了更加欢喜 深深地谢了 包公又嘱咐公孙 好好将他调理 二人辞了包公 出外面去了 只见王朝马汉进来禀道 葛灯云惊已拿到 包公立刻升堂 训问 葛灯云仗着势力人情 自己又是侯爷 就是满招了 亮包公也无可如何 便气昂昂地一一招任 毫无推辞 包公叫他化了招 相爷登时把黑脸省下来 好不怕人 说一声 请玉行 王马张照早已请示明白了 请到玉行 抖去龙符 却是虎头闸 此闸乃出自用 想不到哪个灯云开了张了 此时葛贼已经面如土色 后悔不来 竟死于闸下 又换狗头闸 将李宝闸了 葛寿定了斩尖后 李宝之妻李氏定了脚尖后 夜道士道师 发往陕西延安府冲军 屈身屈梁当堂将营领去 因屈身贪便宜换驴 即将他的花驴入关 黑驴身冤有功 奋官未养 范生同定白石玉莲 当堂扣谢了包公 同白熊一起到八宝村居住 养习身体 在行听旨 至于范生与儿子相会 白氏与母亲见面 自有一番悲痛欢喜 不必戏表 且说包公完结此案 次日急剧折奏鸣 威猎猴可登云作恶多端 以请御刑处死 并声明 新科状元范仲宇 因场后探亲 遭此冤枉 现今并未痊愈 肯应展现时日 着一体经电传炉 恩慈穷灵炎炎 仁宗天子看了折子 甚是欢喜 身家包公秉正除奸 聚个批了一亿 又有个家骗 乃是御前四品带刀 护卫展昭英回级祭祖 告假两个月 圣上也准了他的假 凡是包公所奏的 圣上无有不依从 真是君政尘凉 太平景象 且说南辖斩爷 既已告下嫁来 他便要起身 公孙策等给他践行 又留住几日 才竖装出了城门 到了优僻之处 依然改做武生打扮 直奔长州府武进县 玉洁村而来 到了门前 刚然几乎 听得老布在内 说道 我这门从无人敲打的 我不欠人家账目 又不与人通往来 是谁这等敲门呢 急之将门开放 见了展爷 他又道 原来大官人回来了 一去就不想回来 也不管家中尸体如何 只管叫老奴经历 将来老奴要来不及了 那可怎么样呢 哎哟 又添了胶果了 又是跟人 又是两匹马 要买去也得一百五六十两银子 连人带牲口 这一天也耗费好些呢 劳劳叨叨 瓜絮不休 南侠也不理他 一来念他年老 二来爱他忠义持家 三来他说的句句皆是好话 又难以驳他 只得拿话岔他 说道 房门可曾开着吗 老扑道 自关人去后 又无人来 开着门预备谁住呢 老奴怕得丢了东西 墨若把他锁上 老奴也好放心 如今官人回来了 说不得书房又要开了 又向办当道 你年轻 腿脚临变 随我进去取出钥匙 省得我奔波 说着话 往里面去了 办当随进 取出钥匙 开了书房 只见灰尘满岸 急事夺候 办当连忙打扫 安放行囊 展爷刚然坐下 又见展中端了一碗热茶来 展爷吩咐办当接过来 口内说道 你也歇歇去吧 原是怕他说话的意思 谁知展中说道 老奴不法 又说道 官人也该误些正事了 每日在外咸游 又无日期归来 耽误了多少尸体 前日开封府包大人 那里打发人来请官人 又是礼物 又是聘金 老奴答言 官人不在家 不肯收礼 那人那里肯医 他将礼物放下 他就走了 还有梳子一封 说吧 从怀中掏出 递过去道 官人看看 做何主意 所以说得好 无功受禄 寝食不安 也该奋之才是 南侠也不答言 结果书来拆开 看了一遍 道 你如今放心吧 我已然在开封府 做了四品的五支官了 展中道 官人又来说谎了 做官如何还是这等辐色呢 展爷闻听 道 你不信 看我包袱内的衣服 就知道了 我告诉你说 只因我得了官 如今特特地告假 回家祭祖 明月预备祭礼 到坟前一拜 此时半当已将包袱打开 展中看了 国有四品五支福色 不觉欢喜非常 笑嘻嘻道 大官人真的做了官了 代老奴与官人扣洗头 展爷连忙掺住 道 你乃是有年纪之人 不要多礼 展中道 官人既然做了官 从此要早避婚姻 成立家业要紧 南侠趁机道 我也是如此想 前在杭州有个朋友 曾提过门清室 过了明日 后日我还要往杭州 前去联姻呢 展中听了 道 如此甚好 老奴且被办祭礼去 他就欢天喜地去了 到了次日 便有多少乡亲邻里 前来贺喜帮忙 往坟上搬运祭礼 即使展爷换了四品福色 骑了高头大马 到坟前 便见男女老少 居士看热闹的香等 展爷连忙下马不行 半当街边 牵马在后随行 这些人看见展爷 衣冠鲜明 相貌雄壮 而且知里 谁不羡慕 谁不欢喜 你倒如何有许多人呢 只因昨日展中 半季里去 乐得他在路途上 逢人便说 遇人便讲 说我们官人做了皇家四品 带刀的御前侍卫了 如今告假回家祭祖 因此一传十 十传百 所以聚集多人 且说展爷到了坟上 展败已闭 又细细周围看似了一番 见坟种树木 聚个收拾齐整 异性老扑的忠义持家 留恋多时 方转身乘马回去 便吩咐办当帮着展中 张乐这些帮衬相亲 展爷回家后 又出来与众人道法 一个个张口结舌 竟有想不出 说什么话来的 也有见过世面的 展老爷长 展老爷短 尊敬个步了 展爷在家一天 倒觉得分心劳神 低于次日起身上杭州 叫办当收拾行李 到第二日 将马扣被停荡 又嘱咐了一扑一番 出门上马 进本杭州而来 为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